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用其中一半来遮核深 接下来用另一张纸遮核盖的部分 核盖的遮法与核深稍微有一些不同 首先把上面的边往下遮 这里距离下面的边要留出大概两毫米的距离 然后展开 把上面的边折向这条折痕 然后展开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角折向那条折痕 这里以这个角为轴 然后以这个角为轴把右侧的纸往左折 然后展开 把这个角翻上来 按照这个折痕把它折向左边 把上面的纸往下折 把里面的纸层拉出来往外拉 使这条折痕与这条线保持对齐 把它自然的自然的压平 把下面的部分往上折 把这层纸往右折 要使这条折痕与这条线保持对齐 把这条折痕与这条折痕与这条线 同时要使这条边与这条纸属线保持平行 我们看一下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纸放着到里面去 把它展开 按照折痕放着到里面 然后翻到背面 然后翻到背面 我们要把这条线上面的部分折下来 然后翻到背面 然后翻回背面 把左侧的边折向这条折痕 然后把这个角往上折 使外侧的边与这条折痕对齐 然后沿这条线 把折痕向右折 全不展开 最后的这条线 看来 这条线 我们可以看来 这条线 我们可以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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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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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到背面 把这个尖角折进里面 这样和盖的部分也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盖到一起 沾完一款爱心纸盒就完成了 好,看了这个视频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建议 或者是你想学什么样的折纸 欢迎到我的博客来留言 网址是3w.折纸艺术.com 你也可以百度搜索折纸王子博客 找到我们的网站 欢迎你来留言